不久前,旭军在肃清大马士革周边的叛军后,便将参与作战的大部分精锐部队,全部调往了德拉省以及旭以边境地区,打算一鼓作气全面解决南部的叛军。 日前,除了精锐的老虎部队,尚未完全抵达之外,包括第四机械化师、共和国卫队、第五装甲师、第九突击师和第十五特战师等部队,已经先后在德拉省、库奈特拉省、和旭以边境地区完成了集结,并且上述部队也携带了大量重型武器,包括坦克、火箭炮、排击炮和战术导弹等。 此次参与德拉以及旭以边境地区军事行动的军队,除了旭军的多支精锐部队之外,也包括什叶派民兵、部落武装、巴勒斯坦武装和俄军志愿者等,预计参战总兵力超过了七万人。 当前俄旭正与叛军进行接触,一劝说叛军放下重型武器,达成旭军提供的车辆,车网易得利不省。 但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撑腰,叛军并没有打算接受和解的意思。 据叙利亚AL Master新闻网报道,一旦叛军拒绝撤离,几天后在俄军的空中支援下,旭军降发起七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行动。 与此同时,为了避免以色列或者美国的干预,特别是以色列有可能的军事干预,俄罗斯也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接触。 毕竟叙利亚南部,以及蓄以边境地区的叛军,大部分都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或名或爱的支持。 先前为了防止叙军进入戈兰高地,以色列支持的叛军在戈兰高地叙利亚一侧,设置了三道火力防御网。 当蓄军及其有军七万大军抵达南部后,在俄罗斯的周旋之下,以色列罕见做出了让步,同意蓄军开进蓄以边境地区。 实际上态度强硬的以色列,之所以同意蓄军进入蓄以边境地区,更多的也是无奈之举。 毕竟相对于伊朗和珍珠党,蓄军对以色列的威胁要小很多。 另外作为对以色列让步的条件,俄罗斯也做出了承诺,不允许伊朗和珍珠党出现在蓄意边境地区。 其实在蓄军集结的七万大军中,确实没有伊朗和珍珠党武装。 一旦蓄军正式发起地面行动,只要每一两国不大规模军事干预,蓄军在两个月内完全可以解决南部的叛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